前面的视频里说过动能和势能 动能的表达式是1mv方 它满足动能定理 在一个过程中 核外力对物体做工等于物体动能的增量 如果核外力不对物体做工 物体的动能就保持不变 再来看势能 它包括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 重力势能的表达式是mgh 而弹簧的弹性势能是1kx方 势能跟做工也有关系 重力或弹簧弹力对物体做工 等于相应势能的减小量 如果重力和弹簧弹力都不对物体做工 物体的势能就保持不变 这些结论体现出 弓是能量变化的良度 某一种能量变化 完全可以用某一种做工来表示 如果这个弓为零 那么这种能量保持不变 除了动能和势能 咱还知道它俩可以合成为机械能 那机械能的变化跟什么弓有关呢 看看刚才的这两个表达式 注意到这两个式子里 初始情况和结束情况的位置是相反的 咱们把这两个式子相减 这就是结束时刻的机械能 减去开始时刻的机械能 也就是机械能的增量 它就等于等式左边相减的结果 也就是除了重力和弹簧弹力之外的其他力做工 这就是机械能变化与力做工的关系了 我要提醒你小心 这里的增量指的就是结束时的机械能 减去开始时的机械能 它并不一定表示增加 当这个增量大于零时 机械能是增加的 但如果这个增量小于零 机械能就会减小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 要判断一个物体机械能增加还是减少 不需要看重力和弹簧弹力的做工 只要对其他力的做工进行讨论就可以了 如果其他力对物体做正工 机械能就增加 而如果其他力对物体做副工 机械能就会减少 如果没有其他力做工 机械能就是守恒的 来看几个例子 用一根绳子拉着物体上升 如果物体分别加速上升 匀速上升 减速上升 它的机械能会怎么变呢 从做工角度来考虑 都有两个力对物体做工 重力和拉力 考虑物体机械能变化时 不需要考虑重力做工 因此只看拉力做工就行 这三种情况物体都上升 因此拉力都做正工 所以不管哪种情况 系统机械能都是增加的 如果我还告诉你拉力大小就是F 物体上升了高度H 那么拉力做工就是FH 这也就是物体的机械能增量了 它跟物体用什么方式上升无关 跟物体的质量也无关 竖着动的情况你会分析了 再来个鞋面上的 一个物体在粗糙鞋面上下滑 物体的机械能增量是怎样的呢 还是先找找哪些力做工 物体受到重力 支持力以及摩擦力 重力不用考虑 支持力跟运动方向垂直 它不做工 摩擦力跟运动方向相反 它做复工 因此除重力之外的力 是做复工的 所以物体机械能会减少 如果我再告诉你摩擦力大小是小F 移动距离是S 那么摩擦力做工就是负的FS 它就等于机械能的增量 也可以说物体机械能减小了FS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物体的机械能变化取决于 除了重力和弹簧弹力之外的 其他力对物体做工 这些力做正工时机械能增加 做复工时机械能减小 如果它们不做工 机械能就是守恒的 关于守恒的事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说 现在你先去刷个题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